各位亲爱的家人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继续来到 如何正确地理解圣经 这个信息的系列 牧师在上几篇有讲到说 解经学 世经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 来理解圣经 这是一门科学与艺术 很多教义的偏差 很多稀奇古怪的教训 很多基督徒生活的问题 都是源自于对圣经错误的理解 或者说来自于讲台 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正确地去讲圣经 都是照着人的意思 人的一些思议 或者自己想要怎么解就怎么解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好 那我要讲的 今天讲的第二个解经的方法 就是第二个解经的原则 就是背景原则 请跟我说背景原则 上一周讲过上下文原则 对不对 当你掌握上下文原则的时候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成以上的经文 你都会迎刃而解 那今天同样 当你在了解背景原则的时候 很多难解的经文 也就更加的豁然开朗了 什么叫背景原则呢 就是只了解作者的背景 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 社会背景 大环境等等 你要了解一下 这个作者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个话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他是针对谁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的状态 你需要去了解一下 有一些经文 我们可以直接拿来应用 因为它是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 那也有一些经文 它只是适用于当时那个环境下 比如说 《词读行传》里面记载什么 房屋公用 当时就是大家把自己的田地都卖了 对不对 房屋公用 那今天呢 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拿这个房屋公用来教导了 如果今天还是讲房屋公用 那开心死了 像我这么穷的人 哎呦 你的宝马奔驰明天也是我的了 我也可以开一开 很显然不可以 不可以 你如果有感动 可以在任牧师去讲道 但是我不可以随意把你拿过来开 对不对 很显然房屋公用这个原则 今天不是用于我们今天 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不对 但圣经里确实这样记载 因为当时是有背景 有原因的 那这个我在后面的信息 有机会跟大家来讲解 所以背景原则是一个解经很重要的原则 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举第一个例子 关于恩典福音 有时候会有很多人困惑 其中一个就是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 这些经文也是常常有人拿来挑战那些讲恩典的牧师 他说那这个经文怎么说 你都不怎么讲认罪的 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要认罪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好 我要先来讲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节经文 大家很熟悉 但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单单从这一节经文来看 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说 我们要不断的每天认自己的罪 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每天都要为自己认罪 我看错了 我做错了 我说错了 我走错了 我想错了 每天都是要为自己忏悔 每天睡觉之前为自己认一遍罪 好像拉掉什么罪 神就不赦免了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一直很捆绑 一直在重复反复的做这些事情 那么好 我先举一些反例 我挑战这个观点 我先举一些反例 如果 假如说我们是要靠着自己认清自己的每一条罪之后 上帝才会赦免我们的话 那么请问 谁有把握 谁能保证 自己一生的罪 没有落掉一条 每一条都想起来认掉了 请问 谁能做得到 答案是肯定的 没有人做得到 因为 你的罪 你不可能都想得起来 你的罪 比牛毛还多 比羊的毛还多 比你的头发还多 你靠着自己要认清每一条罪嘛 你要每一条都要想起来认掉 神才赦免你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完全认完自己所有的罪 我再说一次 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因为你的罪比你的头发还多 这是一 我挑战你 一 没有人能够认清自己的罪 第二 还有 关于罪 你不要只是局限在 我撒谎了 我发脾气了 我骂人了 我哪里做了 不该做的 对 这些是罪 但如果按圣经的标准 什么是罪 凡不荣耀神的 都是罪 亏切了神的荣耀 都是罪 罪的原文是 没有中神的靶心 换句话说 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 都是罪了 都是亏切了 那请问 你能认得完吗 你认不完啊 我们有太多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罪的 有时候神让我们明白这个不合适 这是错误的 这是罪 神让我们知道 我们才知道 我们自己有时候认为这是对的 可是在神的眼中 这却是罪 那怎么办 那这些你也没办法认啊 对不对 所以第一 你不可能认清你所有的罪 如果靠着认清所有的罪 才换来赦免 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有把握的说 我已经认干净了 认不干净的 万一辣掉呢 辣掉圣经说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这个人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那就完蛋了 对吧 信了一辈子 结果发现自己认了 九千九百九十九条罪 结果还有一条没认 好了 白信了 很显然这个不符合信仰的逻辑 对不对 第二 你自己的很多罪 你也不知道 罪的定义 不是用你的标准来定义 而是神的标准 那 所以这两个 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很显然这节经文的意思 并不是说 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每一条罪 才能得到赦免 因为也认不完 也认不清 那圣经这里确实讲到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要认自己的罪 神才赦免 我们才洗净我们的不义 那到底 它指的是我们要认什么罪 认自己的什么罪 其实这节经文是一个认同性的经文 意思说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 你是有罪的 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流血牺牲 才是有果效的 祂指的是一个认同性的 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是有罪的 那么耶稣的血流出 对你才是有效的 祂指的是这个 并不是说你要翻箱倒柜 认清你的每一条罪 没有人能够认得完 你收藏瓜度 要想起你的每一条罪 你也想不起来 你会得精神病的 因为你每天想的就是 我还有什么罪 还有什么罪 还有什么罪 那你会无休止的下去 其实你在不断认的时候 你越认越生气 越认越难过 发脾气了 我不认了 其实你又多了一条罪 生气的罪 埋怨的罪 那你就永远认不下去了 算算算算 我下地狱 你又多了一条放弃的罪 所以很显然 弟兄姐妹 不可能 那愿意书一章第九节 你要了解当时的背景 好不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当时的背景呢 在犹太人当中 有一群 有一个异端出来 有一群人信这个异端 这个异端叫 诺斯底教派 换句话说 是诺斯底主义者 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异端 诺斯底主义者出现 所以约翰才写了 约翰一书 二书三书 尤其是约翰一书 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者 当然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 对我们都是有教导的 有教训的 有神的心意 要告诉我们的 但这个圣经的背景 约翰一书的背景 尤其是第一章的背景 是当时诺斯底主义者 那个异端出现的时候 是在这个背景下 才写了约翰一书 尤其是第一章 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者 当然圣经与我们 都是有异的 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 但当时的背景 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者 那诺斯底主义者 有什么特征呢 何为诺斯底教派呢 有两个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讲义 我把它写下来了 诺斯底主义者 第一个特征 就是主张物质世界 不是真实的 物质世界是邪恶的 所以他们主张 耶稣基督不可能 以人的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他认为耶稣 只是在精神层面出现 没有以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他认为 肉身物质是邪恶的 这就是为什么 约翰一书 四章第二节里面 有这句话 来这句话怎么说 凡宁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出于神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 神的灵来 为什么约翰一书 四章第二节 有这句话 意思是说 只有一个灵 承认耶稣 道成肉身 他才是从神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因为诺斯底主义者 第一个特征 就是不承认 耶稣道成肉身 所以约翰在 第四章第二节 才会有这句话 怎么来辨认 这个灵 对不对 诺斯底主义者的 这个邪灵 他是不承认 耶稣道成肉身的 是针对他说的 你今天如果换成 另外一个异端 什么呼喊派 什么灵灵派 你问他说 耶稣是不是 道成肉身来的 他说是是是是 那难道就证明 他就是真的吗 他是不对的 因为这句话 只针对 那个诺斯底主义者 因为他们的教义 是不相信 耶稣道成肉身 跟今天什么 呼喊派 灵灵派 他们耶稣道成肉身 相信的 但是他们其他的 很多是错误的 明白吗 所以这些经文 不能够拿来 随便扣在 其他异端的身上 只能扣在 诺斯底教派身上 所以这是 约翰一书的背景 诺斯底教派的 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来看 他们还主张 人是无罪的 人没有罪的问题 他认为 人没有罪 人没有罪的问题 所以才会有 约翰一书 一章第九节 提到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如果你不承认 人是有罪的 那么耶稣在 十字架上 就为你白死了 耶稣的血就白流了 所以今天我们 每一个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都需要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我们是罪人 耶稣才能够来 赦免洗尽 接纳我们 使我们称为义 阿们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一场福音 布道会 圣诞节布道会 我们最后都会说 请跟我一起祷告 说我承认 我是个罪人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 你是罪人的话 那耶稣的救恩 在你身上 就没有果效了 所以 现在你了解 约翰一书 一章第九节的背景吗 在这个背景下 他才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所以今天我们也承认 我们是有罪的 但我们的罪 已经被耶稣担当了 一起说阿们 如今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 阿们 他已经身上高天 已经洗尽了人的罪 我们今天是公义的 阿们 对我们会有软弱 我们会犯错 会犯罪 但我们承认到 这是错的 这是罪 我们把这个错误 带到耶稣面前 他的恩典 够我们用 我们可以有力量 来胜过来得胜来成长 但我们永远是公义的 弟兄姐妹 你会犯罪 但你不是罪人 你会软弱 你会软弱 但你永远是义人 阿们 你今天 有人说 那今天可不可以向神认罪 如果从认识到错误的角度来说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从换取赦免的角度来说 不需要 你已经永远被赦免 永远被称为义了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赦免不是透过不断认罪换取来的 而是我们接受相信耶稣的救赎 我们已经永远的被赦免被称义了 在基督里永远不被定罪了 一起说 阿们 所以当你了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背景的时候 那你解释这节经文就更加的清晰了 那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你还是要了解圣经的背景 比如说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好 停在这边 当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有些人就很害怕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麻烦了 对吧 我信了耶稣更倒霉了 世人上帝不审判 上帝要先审判我了 好像是这个意思 好像是吗 对吧 很多人会带来困惑 从字面来看 好像就是上帝要先审判你跟我 是不是 那上帝审判你跟我 那我们还站立得住 我们就完蛋了 对不对 但是我下面来跟大家正确的来解释这节经文 我们先举一个反例 好不好 你要先 既然这个经文这么出现 就像打官司一样 我要举一个反面的什么 案例 来推翻刚才那个逻辑 如果你认为上帝先来审判我们 然后我们每天很害怕 瑟瑟发抖 那我要推翻这个观点 我先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圣经这里说 我们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如何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替我们的罪被神惩罚审判过了 然后他实力复活第三天 升天 他在天父的右边 请问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一次性被惩罚被审判过了 今天天父还会不会再次惩罚审判耶稣会不会 所以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天父今天不会第二次第三次重复的审判耶稣 天父也不会重复的审判你跟我 哈雷罗亚阿们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天父 我再说这天父不会再重复的审判耶稣 天父今天也不会再重复的审判你我 所以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我们不需要担心惧怕活在恐惧里面 我们的罪的问题耶稣都解决了 感谢主阿们 那牧师 那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 那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当彼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时彼得对犹太人讲这个话 你知道很多犹太人因着耶稣他们信主了 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没有信主 他们仍然在圣殿献祭 仍然活在旧约当中 所以意思是说时候将到了 如果你再不接受耶稣的话 再不接受弥赛亚作为你的救主的话 那么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神的家是哪里 神的家就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圣殿 果然主后七十年 罗马人就来了 因为当时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对吧 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硬着心把耶稣给拒绝了 所以等那个时间到了 上帝给他们时间 给他们机会 但他们仍然没有悔改 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助 没有相信这个弥赛亚 果然在主后七十年 罗马人来了 然后把整个耶路撒冷用火烧掉 把圣殿烧掉 然后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 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 他说时候将到 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 这些经文也应验了 因为圣殿很多是用黄金做的 当火烧的时候 烧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 金子也融化了 融化在那些石头缝里 所以罗马的那些官兵过来 就把石头翘起来 把那个黄金取走 真的是应验耶稣 在地上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 审判从神的家已经开始了 什么时候 主后七四年 所以这些经文不是针对 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 重生得救的基督都说的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是什么 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所有的愤怒惩罚 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如何 上帝不会再审判耶稣第二次 也不会审判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 也如何 哈雷路亚 阿们 下面我再举第三个例子 好不好 第三个例子呢 在雅各苏里面有两节经文 让大家很困惑的 我们先来看雅各苏 四章第八节 第一节经文 我们来看啊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呢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呢 要洁净你们的心 当你听了恩典一段时间之后 读到这节经文 你有点困惑耶 有罪的人呢 要洁净你们的手 好像就是 是不是又要叫我认罪 好像 好像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那下一段经文呢 等一下我来解释啊 下一段经文 雅各书五章 十四到十五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这里可能 困惑还不多 然后下半节就有困惑了 他若犯了罪 也必谋赦免 有一些传统的教派 就认为说 你犯罪了 对吧 你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认不掉的 你生病了 然后你要叫教会的长老 牧师来给你认罪 你才能得赦免 他的根据 就是引用这些经文 要请教会的什么 长老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谋赦免 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好像歌恩典 不太搭嘎呀 歌恩典 好像有冲突啊 那下面 我会跟大家 来了解一下 这几段经文 都是在 雅各书 雅各书 那你知道 雅各书呢 写书的背景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雅各书 一章第一节 做神和主耶稣 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闪住十二个支派 支人的安 很显然 雅各书的背景是 写给谁 写作对象是 写给以色列犹太人 十二支派的人 十二支派的人当中 全部都信耶稣了吗 很显然不是 有一些信了耶稣 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 假如你告诉我说 十二支派 所有的人都是信徒 那我们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们爱以色列 对不对 那很显然 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得救了 不是嘛 包括今天 有一些以色列人 信耶稣 有一些以色列人 仍然信旧约 信律法 他们也没有信耶稣 只有一部分的犹太人 才信主 得救了 那在这个背景下 所以回到前面的 这一段经文 有罪的人呢 要竭尽你们的 信 在所有使徒 写给信徒的书信里面 有罪的人 这句话是首次出现 无庸置疑 上帝绝不会称 他的子民为罪人 对不对 一旦你得救了 你就已经成了圣徒 你是神的儿女 你已经应信称义了 所以很显然 根据上下文原则 这里意思在说什么 意思说 犹太人当中 你们有一些 还没有信 弥赛亚 耶稣基督的 那你要什么 要来相信 耶稣基督 这才是你真正 亲近神的方式 这才会 竭尽你的罪 心怀恶意 当时有一些 犹太人 还是左右摇摆 到底是信旧约呢 还是说 耶稣真的是弥赛亚 所以他说 心怀恶意的人 要竭尽你的心 有罪的人呢 这部分的 没有信仰耶稣的 这一部分 犹太人是罪人 意思是说 你们要来接受耶稣 要竭尽你们的手 不要再心怀恶意 要竭尽你们的心 他指的是这个意思 那有人说 弟兄啊 你这样好像 我有点困惑 使徒的书信 怎么中间会有 会有没有信的犹太人呢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 来告诉你 比如说 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 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主体是写给谁 写给教会 写给所有的信徒 但是保罗在十章九到十节 这里突然之间 第九节说什么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如果圣经都是为信徒写的 那这里怎么会有一句 多余的话 请问我们每一个信徒 是不是都口里认耶稣 是我们的主 称他为主耶稣 对不对 我们都相信他死里复活 那这里为什么说 你若 你说你假如你愿意 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很显然这些人还没有得救 保罗在发出什么 呼召 发出邀请 如果我们都是 如果圣经 使徒书信 都是为信徒写的 那就不需要有这个邀请 我们都已经得救了 我们都是义人 为什么还要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我早就认耶稣为主了 为什么圣经还要说 你心里若相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我早就相信耶稣 死里复活 早就相信福音 怎么说救必得救 我已经得救了 怎么还要再得救呢 很显然 保罗在跟谁说话 我再说一次 虽然主体是为着信徒写的 但有时候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 也会停下来 将笔封转向非信徒 好让他们知道如何得救 举个例子来说 就好像牧师在台上讲到 主体是信徒 对不对 为所有的弟兄姐妹讲到 但有时候也常常在最后的时候 会发出呼召 对吧 有愿意的 再听到这篇信息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那么你现在请跟我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承认是个罪人 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你进到我的里面 感谢诈美主 这个呼召祷告 我们是不是在讲到后面 常常会有说 会有说嘛 所以牧师讲到 主体是为弟兄姐妹讲的 信徒讲的 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个呼召 所以保罗的书信 主体是为信徒写的 但是很显然 十章第九节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这里就是一个呼召 为谁 非信徒 犹太人中的非信徒 罗马人中的非信徒 为他们说的 所以现在结合起来 再看一下这节经文 我们根据上下文 根据整个背景 你大概能够知道它的意思 四章第八节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很显然如果是信徒的话 我们每一天都在基督里 对吧 神每一天与我们同在 对不对 很显然这个经文 就有点奇怪嘛 对不对 有罪的人呢 要竭尽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呢 要竭尽你们的心 我们都是一人 我怎么还是有罪的人呢 在下一段经文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然后为他祷告等等 他若犯了罪 必蒙赦免 所以总结一下 做出一个总结 根据整个背景 有一个总结 这两段经文 根据背景 我们得出结论 虽然雅各书是为信徒而写 但他也是为 未信的犹太人而写 所有的犹太人 意思是说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因为他们有答案 在初代教会 疾病似乎只在教会外 教会内有健康 所以对犹太人发受护照 意思是说 如果有病了的 医生也医不好的 没有路走的 那你就到教会来 对吧 教会有医治 教会有答案 他若犯了罪 也闭蒙圣明 意思说他的罪 在教会里 因着耶稣 他得洁净 不需要再跑到祭坛上 去献祭了 他指的是这个意思 好 下面布置一个作业 关于蒙头 根据背景原则 上下文原则 请把答案写在评论区 我们先来读一下 这个经文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五到第六节 这个经文是 作业留给你的 好吧 最后有机会 我再来揭晓答案 我先把作业留给你 第五节 凡女人祷告 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 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 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这里的意思就是 好像说 姐妹如果讲道的话 或者姐妹在教会服事的话 应该要拿一个围巾 把头围起来 就像伊斯兰教徒 伊朗的那些女性一样 可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 看到女牧师 同工在敬拜 同工在分享 女牧师在讲道 好像都没有蒙着头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 基督教里面 有一个分支叫蒙头会 或者称为弟兄会 所有的姐妹 都是戴着帽子 在那里礼拜的 有没有见过 尼托森派系的 东南亚还是挺多的 台湾也挺多的 就是因为这个经文 它照着这个表面意思来解了 意思是说 女人如果不戴着帽子 那么她祷告是没有效的 神不会与她同在的 所以有一天 我碰到一个 一个这个教派的姐妹 我就反问她一个问题 我说 万一今天你遇到紧急情况了 你要呼喊耶稣救命 可是你的帽子 落在家里了 那怎么祷告 她哈哈大笑 那特殊时期 特殊特斯特办 那既然特斯特办 上帝的原则可以妥协吗 还特斯特办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原则就不能妥协 她就笑了 好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根据上下文解经原则 根据什么 背经解经原则 谁能告诉我这个答案 好不好 留在评论区 第三个解经四经的原则 就是已经解经原则 我再说一次 已经解经原则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话 以整本圣经作为背景和指引 来了解部分经节 意思就是说 一处比较简单模糊的记载 可能别处有比较清楚的记载 而相互补充 我再说一次 因为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 由前面比较模糊 越到后面越清晰 所以我们常常说 旧约是影子 而新约是实体 旧约是隐藏的 而新约直接是什么 显明的 那圣经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圣经的记载呢 也是包罗外相 尤其是圣经记载的方式 都是散折的 需要神的灵 需要启示 把它聚集在一起 那我们先来看几处经文 也就是圣经总是 在这里记载一下 那里记载一下 当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呢 就能够把它聚在一起 我们来看以色亚书 28章13节 圣经这里说 所以耶和华 向他们说的话是 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利上加利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来注意 这里说圣经的话语 上帝对我们说的话语是什么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所以圣经66卷 1189章 对不对 圣经有那么多的篇幅 确实很多时候 圣经的记载是分散的 神的方式是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以至他们前行仰面 跌倒 而且跌碎 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 如果没有圣灵引导 如果乱解经的话 很多异端邪教就出来了 因为圣经是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引导 需要掌握正确的解经的方法和原则 那这是以色亚28章13节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以色亚34章16节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半偶 来这里告诉你圣经是 怎么样的一种形态出现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半偶 意思说圣经是一个整体 圣经不会有一些问题没有答案的 圣经是完整的 圣经不是只讲了个开头 没有结束的 圣经是个完整的 只是很多时候 你没有找到完整的点在哪里 所以圣经是无一缺少 证明圣经是一个完整整体性的 无一没有半偶 宋商节牧师讲到一个解经方法 就是半偶解经 其实也就是已经解经 无一没有半偶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教义的建立不是只有一处经文 它一定是有其他的经文来佐证的 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半偶 因为我的口已经丰富 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一方面你要熟悉圣经 我之前有分享过你要速读圣经 对圣经的整体有一些了解 当圣灵带领你的时候 当圣灵引导你 启示你的时候 神的灵会将他们聚集 你就比较能够明白圣经 上面这段话我们再来读一次 再来读一次 以整本圣经作为背景和指引 来了解部分经节 也就是说这一处的圣经 虽然比较简单模糊的记载 但是你要注意 可能别处有比较清楚的记载 相互补充 这里你看起来不明白 那其他的经文刚好是解释这里 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说 当你读到不懂的时候 你不要纠结 不要困在那里 你继续读下去 也许后面的经文就解释了前面 也许哪一天牧师的讲道 刚好解答你 曾经困扰你的一个问题 圣灵会很奇妙地来做工 那下面我来举一个例子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以经结经 第一个例子 就是旧约里面 很多人常常会问的 其实我在过去的讲道中 有解答过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耶和华 看中亚伯和他的共物 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很小的时候 有偶尔去主日学 会去看一下 但我已经是18岁 在这教会 我听见那个老师 有一天在讲课 他说 小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 上帝悦纳亚伯的纪物 没有悦纳该隐的纪物 亚伯献上的是羊羔 他说因为上帝喜欢吃羊肉串 上帝喜欢吃荤的 上帝不喜欢吃树的 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教导 那到底圣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原文出处 创世纪四章四到第五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很多人可能读到创世纪 这里也困惑了 我今天给你一些解答 好不好 第四节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 和羊的自由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从表面来看 好像上帝真的喜欢昏的 不喜欢树的 对不对 那有人说就是因为上帝喜欢昏的 不喜欢树的呀 树的纪物他不要呀 那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话 那我用另外的话来反驳你 你知道那个献祭当中有什么 有牛 有羊 有鸽子 斑鸠 还有一个献祭叫树祭 用细面叫树祭 上帝也喜欢吃树的 荤树配搭 营养均衡 开玩笑开玩笑 很显然不是因为是树的 不是因为是树的 上帝也喜欢树祭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只是读到创世纪的话 你就很困惑了 那记住圣经是一个整体 我们用什么方法 就不用看上下文了 我今天讲的这个方法就是 已经解经了 你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了 这里好像看不懂 那其他的经文你再去找一找 圣经哪里还有讲到亚伯跟该隐的故事 来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 这里就提到了 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 很显然亚伯是带着因信称义来献祭的 而该隐没有因信称义 他可能是靠着自己的行为 自义 靠着自己的劳苦 靠着人的力量 这里说亚伯因着信 虽然创世纪没有明确的写出来 但是圣经后面说 他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信人就说话 很显然 亚伯跟该隐的区别在哪里 亚伯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而该隐不是一个相信因信称义的人 所以上帝接纳谁 上帝接纳因信称义的人 上帝拒绝谁 上帝拒绝靠着人手 自己的行为表现 自意 想要靠自意来取悦于上帝的人 明白吗 就很简单了 圣经后面解释前面了 那再来看一处经文 记载得更清楚了 来看 马带福音23章35节 教室上所留 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 从义人亚伯的血起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 巴拉加的儿子 撒加利亚的血 这里说亚伯是什么 义人 因信称义 然后再来看一处 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 这里也继续讲到 不可像该隐 他是属纳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 为什么杀了他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所以当亚伯因信称义的时候 上帝说他的行为是善的 而当该隐 用自己的自意 想要来取悦于神的时候 上帝说他的行为是恶的 对不起 今天神看我们和人看我们不一样 人是看外在 上帝看我们是 如果你相信因信称义 上帝就称为 这是什么 好的行为 这是善的行为 上帝就悦纳你 他献上的羊羔 羊羔是需要流血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为我们流血 牺牲 为我们的罪 死去 耶稣就是被杀的羔羊 圣经讲得很清楚 耶稣就是预表那羔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上帝为什么接纳亚伯 而拒绝了该隐 上帝只接纳 因信称义的人 所以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 上帝接纳谁 当然神爱世人 普世的救恩 领导所有人 但是前提是 你只有相信因信称义 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接纳你 所以律法主义的教导 靠着行为 靠着自己 上帝没有办法接纳你 感谢主 当你因信称义的时候 上帝认为你的行为是善的 这是上帝最喜悦的 当你相信因信称义的时候 就是最大的在尊荣 神的儿子耶稣 这就是最大的敬拜 最大的尊荣 最大的奉献 就是你相信因信称义 耶稣的名得到荣耀 哈利路亚 阿们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已经解经 前面我有提到说 祖先的咒诅 是否会追溯到三四代 这个在灵恩派的教派当中 就比较多的 有这个困扰和问题 那他们的根据就是 《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 圣经确实这里说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极止 直到三四代 所以他们认罪 要认祖宗的罪 甚至有一些更可怕 认到明朝 认到唐朝 我说你直接认到亚当好了 每次一字释放 都是祖先的罪任一遍 那问题是 这节经文确实是这样讲 那记住已经解经 圣经是一个什么 循序渐进的启示 约到了后面越完全 你不能用一节经文建立教义 但你这里读到说 祖宗的罪会追溯到三四代的时候 那圣经其他地方 有没有在讲这个事情 那我们来看 连起来你就很明白 比如说到了新约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加勞太书的第三章这里怎么讲 这里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那这里告诉你 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 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刚才读到的 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 这是十节律法当中的一条 今天已经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十四节说 这便叫亚报拉那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 所以已经解经就很清楚 律法的咒诅就是祖先三到四代的咒诅 今天不会在我们身上 因为都已经落在了耶稣身上 耶稣挂在木头上 已经被咒诅了 如果你认为这一节经文 解释那一节还不够 那么你还可以找到 更多的已经解经来建立这个真理和教义 让你的信心被建立 比如说约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在死之前最后说了什么 来看二十八节 这次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死 经上的话音也就说我渴了 耶稣临死之前他说他渴了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 他是神 他为什么要渴呢 他是为了要完成圣经的一些预言 那圣经就告诉我们 为我们揭开二十九节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沾满了醋 绑在牛西草上送到他嘴里 耶稣藏了那醋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教父神了 耶稣为什么说渴了 以及为什么这里记载 最后是耶稣藏了那醋 为什么给他喝醋 其实这是歪打正早 而成就了神的预言 其实神的预言里面有说过来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九节 和三十一节这里说 这里是一个预言 当那些日子就是新约耶稣来的时候 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旧约之下确实祖宗犯罪 会影响到子孙后代 但那些日子人就不再这么说了 今天在恩典下 在恩典福音的教导里面 我们不再说祖宗的罪再会影响我们 我们不再说家族的咒诅 再需要我们去砍 今天在恩典下我们已经宣告 我们不再说那个了 对不对 不再没完没了的除偶像 不再没完没了的认罪 不再没完没了的砍断破除 家族的咒诅 我们不需要了 三十一节 因为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 今天我们是新约 恩典之约 宝血之约里面 所有的罪被赦免了 所有的咒诅 耶稣取代了 所有的审判和惩罚 都落在了耶稣的身上 今天天父已经与我们和好 称我们是他最爱的孩子 今天临到我们的是亚伯拉罕的祝福 只有祝福 没有咒诅 没有惩罚 没有审判 阿们 没有主宗的咒诅 阿们 只有上帝 世世代代的祝福 千代的祝福 阿们 所以 已经解经 你就很清楚 那在已经解经里面呢 我给大家布置两个作业 好不好 答案留在评论区 第一个作业 不许女人讲道吗 来看这节经文 天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 我不许女人讲道 好了 读到这里 姐妹们就放弃了 我正想努力读经 上帝 装备我 我想做女牧师 我想讲道 传福音 这里怎么突然说 我不许女人讲道 怎么解释 各位 哈喽 都还好吗 是不是懵了 怎么解释 答案留在评论区 用前面运用的方法 第二个作业 伊丽莎咒诅童子是什么意思 圣经在哪里 圣经来看 列王记下二章 伊丽莎从那里上伯特利去 正上去的时候 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 细笑她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她回头看见 就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 于是有两个母熊 从临终出来 撕裂他们中间 四十二个童子 我鼓励大家 用已经解经的方法 来解释 列王记下第二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用已经解经的方法 答案留在评论区 愿上帝祝福大家 有奖励哦 那最后我再来讲一个解经方法 我在这个系列当中 我就讲四个 有机会我再继续讲下去 好吧 我讲第四个 字意解经原则 就是简单原则 自然原则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字意解经呢 来 字意就是 按字面用最自然 最正常 最普遍被接受的意思 来了解经文文字的意义 就最简单 就圣经最直白的话 所以记住 圣灵有时候 启示我们有一些 开启预表 预表的方式 不可以来建立教义 你不可以随便说 这个预表什么 那个预表什么 那大家都乱说了 对不对 以前还有个解经方式 说那个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指的是什么呢 五饼二鱼就是人的 五辅六丈 五个器官 瞎说八道 你这个怎么能乱预表呢 还有说 大卫打死哥利亚的五块石头 然后他就说 这五块石头是什么 什么什么 这也不能乱讲 你记住 建立教义的经文 就必须是字面 最自然最正常 最简单的方式 上帝很奇妙 教义的经文 他都是用最直白的文字记载 包括有一些 更多的启示亮光 上帝可能会用 让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去发掘 所以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教义一定是用 很多的经文来佐证 并且是用最直白最简单 圣经最自然的记载 最普遍的意思 就最简单 一看大家都知道 这在讲什么 所以最后一个就 字一解经 好 我举一些例子 好吧 例如一些关于 基要真理 以及教义的经文 基本上就是圣经 直接就告诉你 就是这个意思 来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你就不要在这里搞一个什么 启示亮光 我认为这个要发挥我的想象 这个神爱世人呢 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这个独生子呢 除了耶稣之外 说不定还有什么其他的 什么之类的啊 代表着我们今天计划生育啊 这个这个生养一个啊 这什么什么的 教育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就不要乱说乱七八糟 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你不要再搞出一个 我觉得除了信耶稣 还有第二条方式进入天堂 你不要这么可怕好吧 吓死我了 还有第二条路可以上天堂 这里说 叫一切信他的 你只有信耶稣 才不致灭亡凡得永生 你不要认为说 释迦牟你也可以把我带到永生 条条大路进罗马 信个其他的宗派我也能进去 信个其他的教也能进 不可以 绕开耶稣 没有任何路可以走 这些都是圣经最直白的意思 你不要发挥亮光 我得到了一个历史历代 两千年来 没有人得到的启示 只有我张三 李四 王五才知道 我要给大家讲一番 大家要听我的 这个都直接把它打入异端好吧 直接拉黑 不需要再跟他啰嗦 所以教义的经文 都是直接很直白的 那再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说是因信称义 就这么简单 以佛署说二章八到第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夫婚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得救就是跟行为没有关系 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 连我们信 也是上帝给我们信心 我们才能信 就简简单单 你没有什么其他的 又启示了 又亮光了 这有什么亮光 这还能亮光 搞出什么亮光来 这你搞出亮光来 就搞出异端来 再比如说 当我们相信 因信称义的时候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下一段来看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所以就不要说 虽然因信称义了 但我们还要加上行为 要做得很好 我们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义人 否则不是完整的义 你不要讲这一套 义就是因为 因为耶稣担当我的罪 我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我就单单的接受 领受公义的礼物 已经是完整的义 行为呢 当然 圣灵带领我们 结出果子来荣耀神 但你没有结出果子来 你也是义人 你也是完整的义 最好的公义 你已经得到了 因为那是耶稣的公义 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就没有什么模灵两可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的经文 尤其是新约保罗的书信 很多的经文 就是圣经字面直白的意思 不需要加帖 不需要节省 不需要搞什么亮光 搞什么预表 不需要 好吗 教义的经文 都是很多的经文 才能够成为教义 并且是很直接 最简单 大家都能明白的经文 我就讲这四个解经原则 未来有时间 我会继续讲下去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预表学 预表解经 这也是一种方式 但预表解经 不能用来建立教义 我说过 还有比如说 屏幕是常常讲的 首次提起法则 就是当这个主题 在圣经里 第一次提起的时候 中间有隐藏着神的一些含义 你可以去找一找 第一次讲到医治在哪里 第一次讲到祷告在哪里 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些 你会发现是有启示的 第一次讲到奉献在哪里 你可以 这也是一个方式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愿神祝福大家 也祝福这个系列 能够成为所有弟兄姐妹的祝福 真的所有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 这个世界动弹不安 对不对 人人靠不住 对吧 靠山会塌 对吧 靠人人会跑 靠树树也会倒 只有依靠耶和华 我们永不动摇 耶和华就是 我们怎么来依靠神 就是当我们领受祂的话语 学习祂的话语 这是我们依靠神 最重要也是最好的方式 也是最唯一的方式 就是依靠神 就是在圣经里 学习祂的话语 在祂的话语里面 我们成长 我们信心被建立起来 我们开始更多的领受 感谢扎美主 只有在祂的话语里面 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祷告 他人说我不要读经 我只要祷告 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语 你祷告都是乱祷告 对不对 你祷告没有方向 你祷告不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让我们一切回归到神的话语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生命 是建立着神的话语 永不动摇 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 世界每天在变 对不对 媒体也天天都是不一样的新闻 很多作家 曾经写过一些书 后面都需要什么 修订版 只有圣经没有修订版 圣经是梗古到经 都没有改变过 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 愿神祝福大家 上帝与每个人同在 愿圣灵启示你 愿今年让你更多的 在神的话语上有长进 鼓励你速读 最好读完一遍 然后也可以精细地读 一天读一章 然后背一些经文 默想 都是很好的方式 愿神祝福大家 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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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